这个时候要妹妹来 打扰妹妹午睡了 臣妾哪有娘娘这么清闲有福啊 不知娘娘召臣妾来有何要事啊 选秀就快到最后一轮奠选了 妹妹准备得怎样了 娘娘放心 午后皇归全回话了 说已经妥当 反正皇上有旨 库淫空虚 一切都要以节线为主 臣妾手里虽说变不出银子 但总要顾得皇上的体面 这各种滋味 岂是旁人能知道的呀 真的有劳妹妹了 对了 本宫叫人做了一些新的点心 请妹妹尝个鲜 慧春 妹妹自己选 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拿吧 怕是妹妹也吃腻了吧 剑秋啊 把那叠牡丹卷给花飞 是 宋芝 是 多谢娘娘 皇后娘娘恕罪 皇后娘娘恕罪 奴婢不是故意的 真不懂规矩 好好地把娘娘的心意都给砸了 还不快向娘娘请罪 皇后娘娘恕罪 皇后娘娘恕罪 你是本宫的家生奴才 竟这般不懂规矩 本宫也不便教你了 若是皇后不饶恕你 本宫也不会轻放了你 妹妹只是小事 不用动这么大的气呀 她本事粗笨不机灵 幸得娘娘体恤 臣妾回去 一定会好好教导她的 宋芝源是妹妹的陪嫁丫鬟 身份不同一些 怎能让她这样端茶倒水的 你若觉得宋芝不好 也不必生气 对吧 福子 皇后娘娘惊安 华妃娘娘惊安 内务府新挑来的丫头 叫福子 本宫看她机灵 便拨给你使唤吧 宋芝虽粗笨 但是义坤宫还不缺宫女 还是皇后自己留着用吧 早听说义坤宫的宫女做事利索 是该让福子他们这些小丫头学学了 有妹妹调教着帮着宋芝做些粗活 也能叫她们学得乖一些 臣妾先告退了 臣妾先告退了 还不快走 行 也不知道这届绣选得怎么样了 后宫是该好好添几个新人 为皇上延绵此次了 去去 拼你也配走在娘娘身边 去 后边去 娘娘 这菜都凉了 我再拿去热热吧 等皇上来了再热吧 去 禀娘娘 皇上今日在锦仁宫用膳 知道了 娘娘 您别生气 有什么好生气的 皇后终归是皇后 皇上陪她用顿膳 是应该的 今有不是十五 来 以后啊 别在门口等朕 秋凉了 容易得风海 多谢皇上关怀 你是新来的 是 奴婢是皇后指过来侍奉娘娘的 长得还算清秀 配在你宫里伺候 多大了 十七 十七 朕年轻啊 朕记得 你刚入雍亲王府的时候也是十七 皇上进行可真好 四周 走 不是 是呀 娘娘 你醒了 娘娘起床 回娘娘的话 皇上昨儿歇在新常载的宫里了 皇上十多天没来后宫 一来便去了那个贱人处 小船一个多月 矫情那么歇天还不够吗 本宫瞧他虎没见药犯了 糊涂东西 别不仔细着点 娘娘恕罪 娘娘恕罪 你怎么能拆的你 怎么能拆的 你真是要害娘娘 你吞心的吧 我看你真是吞心要害娘娘的 一大早在这儿闹得鸡犬不宁的 还不快打破了他 娘娘 娘娘饶命 走 走 娘娘饶命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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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他都不太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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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 娘娘娘 亲安 都起来吧 心肠在身子健好了 来得这样早 多谢娘娘关怀 早起是有些不适 但是也不能耽误了给皇后请安啊 真是难为你了 你小月后要多调养着 养好了身子才能为皇上绵延子嗣呢 谢皇后 谢皇后 回皇后娘娘的话 心肠在虽然身子还有些不适 但是比仙气好多了 本宫瞧着样子也是挺精神的 齐妃姐姐日渐风雨 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多谢妹妹惊口 本宫忘了 皇上许姐都没有去看过齐妃姐姐了吧 本宫记性差 姐姐莫怪罪 不妨 不妨 好了 都是自己姐妹 不要一进来就站着说话 都坐下吧 谢皇后 给皇后请安 四座上茶 是 辉春 给华妃娘娘上茶 这是去年的龙井吧 娘娘还没喝完啊 旧式的茶即使存放得再好 也有骨子没味儿 臣妾都赏给宋芝他们了 臣妾那儿有 金春新贡的雨前龙井 等一下让宋芝拿一些过来 皇后娘娘尝尝 谢谢妹妹关心 皇上也赏了本宫一些 不过本宫想着三阿哥喜欢 可叫齐妃带去了 也是 齐妃姐姐那儿难得有这么好的茶 下回三阿哥缺什么 尽管跟本宫开口吧 三阿哥是最孝顺的 不肯为一点小事打扰皇上 亏得齐妃教导有方 三阿哥是最有孝心 必会好读书让皇上高兴的 皇上这一高兴啊 别说是雨前龙井了 就是金叶子也会照赏不顾的 四阿哥与五阿哥还年幼 三阿哥是诸位阿哥的表率 所以三阿哥自然人品贵重 皇上仓促登基 这宫里什么都还缺着 委屈皇后娘娘住这锦仁宫了 臣妾想着挑个情好的天 让人把这锦仁宫好好装饰一下 也好让皇后娘娘住得舒服 妹妹真有心 皇上才登基一切从简 这件事往后再说吧 皇后就是宽宏 臣妾的义坤宫就太过华丽了 臣妾每每来到皇后宫里请安 都于心不安呢 义坤宫是先帝宜妃的住处 自然是非比寻常了 是啊 宜妃多子先帝爷当真宠爱 时候不早了 臣妾先告退了 不生气 皇后这是嫉妒咱们义坤宫的恩仇呢 先帝的姨妃是得宠多子 可是儿子谋义 连累母亲 她这样作证本宫 娘娘别往心里去 您和皇后病歪歪的样子 哪怕是身子好 也不敢跟您争了 她若跟您置气 就不怕皇上跟她置气吗 你知道的倒多了 贫妾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 娘娘是皇上心尖上最得意的人 是啊 皇后住景仁宫 娘娘住义坤宫 这后宫里唯有咱们义坤宫 和皇上皇后大婚时的坤宁宫一样 带坤子 这也足可见 娘娘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啊 就是皇上对皇后就只是情面上的 对娘娘您这才是没得说的 真有这么张狂的女子 夏冬春仗着颇有出身很是张狂 如今又奉了常在 听说昨日教习姑姑去世 还听了一顿教训呢 如此说来想必有几份姿色 还未入宫就麒麟旁人的 本宫倒要会一会 听说选秀那日有秀女兰呢 是谁 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女儿叫甄嬛 皇上似乎很是重义 也留用了 封了常在 往后这宫里可就热闹了 告诉下室的教习姑姑 既然人家不识抬举 也不必姑姑用心教了 娘娘不说 想必教习姑姑心里也有数 娘娘奴才给您请安 起来吧 谢娘娘 娘娘 皇后那边拟好了 新晋宫小主们所住的宫院 让奴才念给娘娘听 娘娘若觉得不妥再改 说吧 满军郑白旗复查贵人驻颜禧宫 蒙军香红旗博尔基基特贵人驻中翠宫 汉军香黄旗沈贵人驻贤福宫 汉军正兰旗晚常在住城前宫 等等 晚常在 是 大理寺少卿真远道的长女 这次入宫的小主里头 就给她赐了封号 只是位分不高 是选秀时能说会道的那个吗 是 娘娘盛名 这城前宫 可是皇上分给她的 皇上不管这个 都是皇后娘娘定的 城前宫可是个好地方 又宽敞华丽 比皇上的养心殿又近 皇后到冠会讨皇上喜欢的 皇上再一句好 她就忙不迭地捧上去 任老朱皇就想着安排年轻的后者 让她住城前宫 想让她独成乾坤恩禄吗 修缮好的宫事还有吗 有是有 从前方贵人住的穗玉轩 地方倒还干净雅致 就是偏了点远了点小了点 何知晓啊 还有一个旧席台子搭在那儿呢 要不是因为先帝嫌那儿听戏远 也不会把穗玉轩打发给那些不得宠的嫔妃住啊 而且地方还不吉利 不吉利 不就是方贵人小产过又被打入冷宫吗 有什么可忌讳的 让她住进去 把不齐还能像方贵人似的怀上龙主 那皇后还不更高兴啊 是 所以宣还有谁住着 空着呢 去收拾收拾 准备迎代位晚常再住进去吧 对了 那个下士呢 就是皇上随手一指数有趣的那个 是呢 后来因为她父亲高位颇高 皇后就求皇上也给了她常载的位分 照你这意思皇后有意抬举她 这也说不准 帮本宫留意着看是不是皇后那边的人 打发她去跟傅茶贵人住吧 本宫瞧她还能发横 可 好 娘娘 该去几人宫了 今晚不得呀 不几 娘娘将心独孕 这个发迹格外好看 又华丽又大方 走吧 妹妹们今天都来得这么早 在宫里面的生活还习惯吗 承蒙皇后关怀一切都好 本宫来得不算晚吧 给华妃娘娘请安 给皇后请安 妹妹平身吧 华妃妹妹来得这么晚 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啊 皇上昨晚上看作折看晚了 本宫陪她就晚了点 今早上皇上偏不让本宫起得早 所以就迟了 皇后娘娘不生气吧 皇上连日忙于朝政 难免会疏忽妹妹 所以要格外疼妹妹一些 今日既与诸位新妹妹相见 往后咱们也多几个作伴之人了 这华妃这样声势浩大的 是做给谁看啊 众小主向皇后娘娘行叩拜大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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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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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翠娘娘万福今安 今年内务府送来的翠有些福了 一点都不通透 这好翠是越来越不多见了 妹妹现在的年纪还用不到翡翠 内务府挑给你的翡翠 颜色自然会清嫩些 可话说回来 妹妹你都如此 哪里还会有更好的翡翠呢 也是 总觉得这翡翠老气了些 臣妾不配戴 若皇后娘娘不嫌弃 臣妾就把这副耳环 送给皇后娘娘吧 本宫新得了一对东珠 才分复制了耳环 若再收妹妹这对耳环 岂不是太奢迷了 让皇上知道的话 定会不高兴的 皇后果然节俭 好了 先让诸位妹妹起来吧 光过着跟皇后说话了 都忘了你们还居着礼呢 起来吧 谢华妃娘娘 有一位下常在听说很能干 华妃娘娘万福今安 嫔妾就是常在下世 下常在很会打扮 这身料子很贵吧 这个是皇后娘娘娘赏的料子 今日进届 平妾特意穿上 倒知道知恩图报 是个有心的人 起来吧 谢华妃娘娘 沈贵人和晚常在又是哪两位 平妾 贤妇宫贵人 沈梅庄 参见华妃娘娘 平妾 岁玉轩常在甄嬛 参见华妃娘娘 沈贵人好雅轻 晚常在虽然穿得简单了点 但是难掩滋色 皇上真的是慧眼石柱 个个都这么出众 行了 都起来吧 谢华妃娘娘 娘娘国色天香 才是真正令人主意 平妾萤火之光 如何敢与娘娘明珠争辉 沈妹妹一张小嘴 倒是挺甜的 不过说到国色天香 这不是形容皇后的词吗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 如明月光辉 华妃娘娘国色天香 似明珠璀璨 臣妾等望尘莫及 是 宫中口齿伶俐之人 是越来越多了 诸位妹妹自然都是聪明伶俐的 往后同在宫中 一则要尽心尽力侍奉皇上 为皇上延绵子孙 二来也要同心同德和睦相处 不得生出争风吃醋之事 惹皇上烦心 是 江福海 太后那边怎么说 太后娘娘说 新小主入宫是喜事 众位的心意也都知道了 太后要尽心礼佛 请娘娘和众位小主 就不用去寿康公请安了 好 今天你们都累了 就归安吧 是 是 臣妾要快退 我再先挑选 这些赏玩之物 我下家还不缺 只是 沈贵人这小恩小惠 看来 还真是会妖卖人心啊 这样德行的人也配入宫 当真一副空皮囊而已 下家这样的人到咱们年夫跟前 连踢鞋都不配 奴婢听说 前几日在延细宫里 她天天去反复查贵人 还处处给安答应脸色瞧 闹得鸡犬不宁 瞧她穿的那身衣裳 以为有皇后撑腰 就可以在这儿耀舞扬威了吗 听闻下姐姐出身骁勇世家 妹妹好生敬仰 我家世代骁勇 为国尽忠 岂使你一介献臣可比 选秀那日 冒犯姐姐纯属无心 妹妹后来回去 日思夜想后悔不已 只是 妹妹想 姐姐出身武家 必定文武双全 果真姐姐如此逍遥 不失家门风范 我家家训向来如此 世上竟有如此愚笨之人 竟然还风为常在 常在这里惹人笑话吧 喳 好 她与你同为嫔妃 你怎能打她 放开 花妃娘妙万福尽安 花妃娘妙 周宁海 周 放开她 秋来御花园风景如画 好好的景致却被人给打扰了 真是扫兴 安答应她出言不逊 平妾只是想训诫她一下而已 训诫一下 皇后 皇后与本宫都不在了吗 本宫竟不知这后宫 已是下场在当家 要辛苦你来训诫公平 本宫怕你承担不起这份辛苦 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 奴婢听说那枫叶要先 鞋染酒菜红得好看 是吗 那就赏下场再一盏红吧 就算用她的鞋味和风味 几点颜色 遗兆红 启禀小主 遗兆红来宫中刑访 举两寸厚五尺长的木板 则大及腰部以下部位 直达到筋骨结断血肉模糊为止 远远看上去鲜红一片 那颜色叫一漂亮 所以叫一丈 小主 请吧 花妃娘娘 花妃娘娘 花妃娘娘饶命啊 花妃娘娘 你这再也不敢了 花妃娘娘饶命啊 小主的血要是真染 和温柜花园不灭 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花妃娘娘饶命啊 来人哪 托去申请自行行 花妃娘娘饶命啊 花妃娘娘饶命啊 花妃娘娘 花妃娘娘饶命啊 花妃娘娘饶命啊 花妃娘娘 下世以下犯上 腻在宫中无礼 让各位妹妹受惊了 只是 虽然法不择政 但此事还是由你们三个人一起的 下世咎由自取 你们也不是守事的 好好闭门思过去吧 娘娘娘 江湖海来了 说有话要替皇后问娘娘 叫她进来 桌 参见娘娘 起来吧 公公来得正好 本宫正要找你 是 那个福字是什么来头啊 本宫说都不能说一句 不过是个奴才 哪有什么来头 娘娘说笑了 说笑 那好 本宫就跟你说笑 难道福字是仗着背后有皇后撑腰 故意给本宫脸色巧吗 福字是内务府刚挑上来的 皇后娘娘还没留几日就赐给了娘娘 何来皇后娘娘撑腰这一说呢 那日她给本宫梳妆毛手毛脚的扯痛了本宫 本宫不过就说了她两句 她就哭着闹着跑出去到现在都没回来 本宫还以为这是皇后宫里交出来的规矩呢 娘娘 福字已经死了 死了